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成为中国女单一姐 而在这场面对前大满贯冠军的比赛中 王强表现得极为惊艳 虽然奥斯塔彭科个人的表现并不出色 但是王强全场比赛没有送出一个破发点 以及总分55比26两倍于对手的表现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毕竟奥斯塔彭科是前法网冠军 目前的世界排名高达第13位 如此统治级别的表现 只能夸赞王强目前的状态太过惊人 在获胜之后 王强也是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 五网半决赛的退赛 一度让王强的中网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但得益于五网四强 得到首轮轮空待遇后 王强在本场比赛展现的状态依然非常惊人 在去年 王强赛会首轮遍布迪沃兹尼亚棋 但今年中网 王强的表现已经超越上赛季 凭借第三轮的战绩 王强已经收获120分 世界排名将继去上涨 下一轮 王强将面对普利斯科娃和萨斯诺维奇之间的胜者 如果取胜 他将继续创造中国网球的历史 王强赛会首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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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强赛会首轮